能夠有這一條運河 對於柬埔寨的貿易出口 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降低對越南的依賴 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現在做的一帶一路 就做了很多了 也不過再多做一條運河而已 當美國在印太戰略上 在不斷的拉幫結派的過程裡 美國其實根本就是個雙標國家 批判中國大陸是共產國家 罵得有多難聽啊 就碰到越南一樣是共產國家 你看拜登罵了他什麼嗎 以前怎麼批評柬埔寨的 Austin現在馬上要跑到柬埔寨去 為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美國自己 自己在部署他的印太戰略 好 這一節我們要來關心到的是 美中在柬埔寨的一個競爭 先來看到柬埔寨政府 近日申佈的是由中國大陸的 這一家中國陸橋集團 來出資建設的一個新的運河 這一個叫做德崇富南運河 好 這個運河呢 預計會在今年8月 就會來正式的做動工了 好 這個運河的小檔案 帶觀眾朋友稍微了解 全長180公里 寬100公尺 它的深度5.4公尺 那麼可以供這個舶船 還有載重3000噸的船舶來使用 預計呢 2028年這一年就會來正式完工 好 未來會有兩個走向 第一個可以讓柬埔寨的航運 通過越南來做出海 第二個部分則是可以選擇 從柬埔寨經由這個運河來出海 我們特別來關心到這個地圖 柬埔寨這邊透過這個運河 剛剛說的德崇富南運河 這個紅色的這一條線好 來出海 那麼針對此呢 柬埔寨的副首相他就說 柬埔寨目前大約33%左右的貨物 都是透過越南來出口的 未來如果有了這一條運河建成的話 這個比例會降到 比率只降到 降到10%左右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中國大陸跟柬埔寨之間的合作 另一頭是美國的國防部長奧斯丁 似乎看到了中柬關係緊密 也開始緊張 這一次特地順風到訪柬埔寨國24小時 和總理談合作 眼前柬埔寨為何成為美中競竹角力之地 具備什麼戰略意義 這件我們全面等一下 一起來做掌握 現在關心這條運河中國大陸投資的 建成之後將會大幅的降低 從越南走的剛剛我們提到的那條路線 會如何改變 柬埔寨國中國大陸越南三國的經貿外交呢 大謙委員如何看 對 當然對柬埔寨來說 能夠有這一條運河 對於柬埔寨的這個貿易出口 是有一定的幫助的 就是你能夠多一個管道 就降低對這個越南的依賴 那麼雖然現在看起來 越南跟柬埔寨之間的關係 還沒有到這個劍拔弩張 或者是彼此交惡的狀況 但是對每一個國家來說 你總是希望自己的這個貿易 或者是產品貨物的出口 不要把這個權力握在別人的手上 因為33%算是一個很大的比重 所以如果哪一天好死不死這兩國發生了任何的衝突 那不是這個柬埔寨就被越南掐住脖子了 所以對柬埔寨來說 這個能夠得到中國大陸的幫助 能夠建造出這樣的一條運河 對於發展自己國內的貿易 讓自己的這個貨物能夠順利的出口 那麼這個絕對是有正面的幫助的 那麼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做這件事情當然有各種不同層面的意義 就第一個層面 他跟柬埔寨本來的關係就相當不錯 那麼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幫助柬埔寨推動類似這種基礎建設工程的事情 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並沒少做 他現在做的一帶一路就做了很多了 也不過再多做一條運河而已 那差別不太大 那麼第二對中國大陸來講 他實質上本身也有一定的好處 因為各位知道那個魅公河的上游就是藍昌江 所以他從藍昌江到了中南半島之後變成魅公河 所以他是連在一起的 那麼所以當這個運河建成了之後 對中國大陸來說 他當然又多了另外一個出海口 他就可以直接的從魅公河走 魅公河一路走到這個運河 然後從柬埔寨出去 那你說那中國大陸本來就可以從越南出去 可是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的關係 相對來說一直都有某種程度的緊張存在 更不要講美國現在積極的在拉攏越南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我要把我的這條命脈 到底要交在你越南的手上 還是交在柬埔寨的手上 任何人都會選擇柬埔寨 因為柬埔寨跟他的關係情誼相當的深厚 那再加上第三個層面來講 就是美國現在在推印太戰略 我說現在中國大陸做的很多事情 都是為了因應美國的印太戰略而做的 就是當美國在印太戰略上 在不斷的在拉幫結派的過程裡 尤其是美國出了很大的力量在拉攏越南 就是美國其實根本就是個雙標國家 以前批判中國大陸是共產國家 罵的有多難聽啊 就碰到越南一樣是共產國家 你看拜登罵了他什麼嗎 什麼也沒罵 那麼同樣柬埔寨也是如此啊 以前怎麼批評柬埔寨的 奧斯林現在馬上要跑到柬埔寨去 為的是什麼 就是因為美國自己在部署它的印太戰略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你既然部署了你的印太戰略 我總不能等在那裡被你掐死吧 我總要想辦法做一些相對應的布局 所以我們剛才在討論的這個 這個巴基斯坦是其中之一 我們現在在講的這個柬埔寨 也是一樣的道理啊 就是在這個時刻 中國大陸來協助柬埔寨 可以更堅定的穩固住柬埔寨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那麼美國現在到處在拉幫結派 誰知道哪天會拉到柬埔寨來的 所以對中國大陸來講 與其到時候被美國拉攏 然後才去想辦法去挽救這個關係 不如現在就把關係變得更深厚 所以其實中國大陸做這樣的規劃 其實它當然有不同程度的考量 那對中國大陸來講 對柬埔寨而言 其實都是有幫助的 大選委員特別幫我們提到了 奧斯廷他這次還要去訪問柬埔寨 24小時旋風訪問目的是什麼 等一下請雲中老師來特地幫我們看一下 我們持續來聊聊這條運河 它又有什麼樣的一個戰略上面的意義 好我們來看到這一位是 專門研究東南亞國家的佛光大學教授 陳上茂老師他做了分析 他說湄公河的部分從中國大陸一路的流出 現在柬埔寨希望湄公河由金邊 挖一條運河到距離雲朗軍港 100公里左右的一個位置在做出海 所以說如果這個一旦漸成的話 往後中國大陸它的一些船艦 就不見得要走南海了 剛剛我們提到的這個地圖上面 特別提到是說 未來可以透過內海的部分 換句話說從中國大陸昆明一直 沿著湄公河到柬埔寨的金邊再出海 好請教張靖老師如何看 這樣子做就能順利的從柬埔寨的地方來出海嗎 對於東南亞的海軍可以帶來怎麼樣的改變 陳老師這個觀點在大陸上引起很多熱烈的討論跟回想 這個已經到達這個戰略笑談的層次 我想還是提醒一下 第一從濫滄江經湄公河下來沿路不知道有多少的水壩 因為這個水壩引起下面的可能會產生 沽水期水量不足的現象已經形成了爭議 第二我再給大家提幾個數據 昆明的市區它的標高是1891公尺 昆明市裡頭最低 這個海拔有746公尺 平均是2735公尺 沃鶴從這一路下來可以衝浪 這個假如沒有碰到阻力 可能一路可以滑到新加坡沒有問題 所以說大家要知道我們今天 不是說今天隨便在這邊畫條線一個運河 它什麼事情都暢通無阻 這其中之中要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而且最重要是你需要一個船這樣偷偷摸摸 然後沿著這個運河走出來 這個實在是戰略笑談的 我是覺得陳教授很可能 因為佛光大學上門有個坡 沒事要滑板試試看 這樣滑下來的感受 他就知道一艘船要從昆明出來 然後沿著這個運河到底有多困難 對於東南亞的海軍會不會有一些改變 應該是不會有任何的改變 這個運河最主要 因為運河它要一路一路 都有水閘而且都有管制 這個一路之中任何的軍列在裡頭 都是處於最危險挨打的狀況 所以在這個狀況沒有人會去 隨便穿越那個運河 假如這個運河不是百分之百 在你的掌控之下的話 通常大家都不願去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掌握整個蘇伊士運河 或者掌握所謂的這些遏制點 是這麼重要 所以現在你做了這個東西 表面上看起來是沒什麼問題 但是一到這個戰時的時候 馬上被人卡得死死的 好 面對我們剛剛特別提到中檢 現在關係很緊密 奧斯汀這一次去了柬埔寨做什麼 我們先來看 中檢除了在經濟合作上面 軍事上其實中檢我們可以看到 才剛結束年度的軍演 這場軍演的部分 我們看到中方派出了 數艘的軍艦上百名的解放軍參加 不過中檢關係緊密 似乎我們可以看到 奧斯汀真的很緊張 他立刻去見了前總理洪森 還有現任總理洪瑪內 洪瑪內跟奧斯汀其實有一個 不一樣比較更深一層的關係 是他們其實都畢業於美國的西點軍校 所以有華府這個說法認為說 洪瑪內因此會更願意的和華府來結盟 是不是真的是這樣 請這個雲中老師來帶我們看 那我們可以知道美國對往 對過去在柬埔寨都有點不屑一顧 他常常批評這個國家 許多的內政的問題 為什麼這一次一改態度 這一次一改態度是因為 大陸已經很早就下功夫了 盡力關係了 我們這樣講 其實剛好跟剛才我們探討說 他們現在開這個運河 有很重大的影響 因為事實上 其實有一陣子 大家都是在討論這個惡物戰爭 那在俄烏戰爭有兩個很大的根源 是因為事實上烏克蘭 他控制了兩條 就是俄羅斯輸往歐洲天然氣的管道 還有你看俄羅斯 他自古來為這個黑海 這個能夠有找一個 你看比如說以前在東方的侵略 找一個不動軍港 都是他們很希望的 那像事實上這個1979年到1989年的時候 俄羅斯那時候其實就深陷這個阿富汗戰爭 那他為什麼打這個阿富汗戰爭呢 他們那時候流行一句話說 我們要到印度河去洗腳 印度洋去洗腳 比如說能夠透過不管說運河 或是說這樣子一個管道 到世界這個大洋大海 都是這些大國很重要的戰略目標 甚至很重要的一些 配合的一些戰術手段 那回到剛才提到 那美國的房長他去這個柬埔寨呢 那又是什麼樣子一個出發點 就像我剛才說 因為別人已經很早不取 他現在這時候跑來了 就像夏威奇一樣 總是要獨眼一下 可是美國的人權 他以這個人權進入貪腐問題呢 我這邊做一個詮釋 就是他只是他一個工具性的方式 此話整講呢 其實我們仔細去看美國的歷史 美國在這個對外的歷史跟戰略歷史上 他跟一些所謂的非民主國家 不講人權的國家 合作的例子可是多了 你看這個90年代那個時候 這個伊拉克戰爭 他就是幫助科威特 科威特是王室 那在中東 沙烏地阿拉伯 他也是王室 那個王褚是沙勒曼 英文是沙勒曼 沙勒曼 他的父親老沙勒曼 事實上在開羅會議 就是幫我們講公主 聚會的那個開羅會議 開完之後呢 其實美英的巨頭 就在這個鴻海上的艦隊 去跟他的父親見面 那你說美國真的是因為人權 因為這個民主的價值 去跟這些盟友 我看你倒也是未必 那目前的這個情況 就是說這個防長呢 他當然也是要表現一點態度 因為我們從這個 相關的資訊跟新聞已經看到 大陸這邊呢 事實上也在跟這個柬埔柴探討 要這個一起興建這個海軍基地 幫我們剛才討論到了運河 這些當然是都會讓美國 我覺得非常擔心的 我想幫允中老師補充一下 不要認為同出一個軍官學校 就會有什麼好交情 抗戰的時候 我們有多少的將領 是日本的士官學校畢業 都跟他們的老師打仗 把他們老師打得抱頭鼠船 同樣美國內戰 同樣是維基尼亞軍校 或者全是西點 同是超哥 我們黃埔軍校畢業的之中 不也在我們中國的內戰之中 同是超哥 所以不要說是同一個軍校 但是呢 只要這個腦袋夠好 搞清楚東漢沒有對抗西漢 東進沒有對抗西進 應該還是腦袋是清楚的 好 今天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中國大陸在東南亞 第一個海軍基地 這邊是柬埔寨的雲朗軍港 目前建了這麼久 它的進度到底已經到哪裡了 已經足夠成熟了嗎 我們要來特別看到 是在五月份的時候 這個派七濟光號是訓練艦 還有這個緊鋼山號的兩棲戰艦 和十一艘的柬埔寨的船艦 一起在柬埔寨的雲朗基地 附近的一個城市 西哈努克港 來進行一場聯合的 中簡史上最大的海軍 上面的一個軍演 另一頭我們來持續看到 是美國方面也有動作 這是來自於金融時報所做的報導 特別提到了美國的國防部長 奧斯丁六月份 接下來即將要起身 前往柬埔寨來進行訪問 而六月將會在出席 香格里拉會之後前往柬埔寨 那我們也來看到了 他會來會見的就是 總理洪馬奈 分析指出華盛頓希望 奧斯丁此行能夠讓柬埔寨 願意和美國來進行更密切的一個合作 我們現在來持續看到解放軍的軍艦 到了柬埔寨這邊做了一個 中簡史上最大軍演 我們可以說代表雲朗軍港運作 已經逐漸成熟了嗎 接下來開始運作 能夠為共軍帶來哪一些重要的戰略優勢 將軍 因為我們講到了雲朗的海軍基地 因為它總共是77公頃 不大也不小 這個是中國大陸幫柬埔寨來建造的 來強化的 因為它本來就是這個地方 幫它做強化 那這樣子的話 將來現在包含我們講到的七季光的軍艦 這個是飛彈驅逐艦 裡面也包括了景岡山的兩棲作戰機 兩萬噸級的這個蠻大的 他們可以停四架直升機 或者是裡面可以停 這個野牛級或野馬級的這個氣墊船 那下面的話還可以裝載這個 我們講的兩棲登陸甲車 就是騰客車 水路兩用的 是這樣的 它的噸位那麼大 那我看將來 將來這個柬埔寨的這個雲朗機 將來就是變成中國大陸 在最近的一個海外的一個停泊的這個軍港 那將來 因為這個柬埔寨在這個地方是 剛好在中南半島的南端的中央位置 它的東邊是越南 西邊的是馬來西亞跟泰國 換句話 剛好面對的是鮮羅灣 那剛好這個位置剛好中間 這個位置 我認為它位置不錯 一出來的話 往南下可以到達新加坡 進入馬來西亞海峽 你看它變成一個中央位置 海軍的話中央位置是最棒的 它向西當然 克拉地峽還沒有做出來 那你一定向南 這個離馬六亞海峽就近了 所以現在中共有兩艘航空母艦 遼寧號跟山東號 到現在為止沒有到任何一個國家去訪問 那我判斷這個雲朗的 這個海軍基地整艦完成了 那將來要到外面去訪問的 可能第一個我認為 就會選這個 我們講解母在的一個軍港 可能性非常的高 所以它為什麼一直注意到 一直幫它這個家常方面做建設 而且景岡山軍艦是兩萬噸 那遼寧號的航空母艦是五萬五千噸 是大一倍對多 那我認為它是有些跡象 我們拿金項來做分析 第二個我們知道 這個柬埔寨它現在在發展經濟 那個中國到遼國的這個鐵路已經蓋好了 在遼國延伸到柬埔寨 這很清楚的 那你這樣的話 整個就串聯了 海上是可以運用的 陸上又串聯了 在經濟上又是一帶一路的國家 你看看從陸陸 從海上 再從經濟上的一帶一路 你三合一加起來之後 跟柬埔寨的關係就近了 所以這一次 這個在新加坡的 香格里拉的這個論壇 這個美國的國防部長 奧斯汀要到柬埔寨去訪問 好像去加強美國跟柬埔寨方面的軍事合作 我認為效果非常有限 因為中國大陸在那個地方 已經經營很久了 而且也不是光只是這個安全 軍事上面也包括經濟也包括交通 這個方面是經營是多元的 美國想要在加強安全上面的互動 所能夠達到的效果 應該是非常的有限 因為中國大陸將來 還要賣軍艦給柬埔寨 那像加強柬埔寨的海軍 而且柬埔寨的目前的貿易最大國家 就是中國大陸 你又有經貿關係這方面的密切 所以我們來看出來 整個區域來看的話 那個美國的國防部長 奧斯汀要過去所能夠影響的效果 極為有限 那我們最後來看 中共目前的海軍是在一起擴張戰略 因為它船太多了 對不對 你不管是北海艦隊 東海艦隊 南海艦隊 現在都總共360艘 將來達到370艘戰艦 你將來是要擴張出去 那擴張水要頻密的 當然到雅丁灣是護航沒有錯 或者到其他國家去做 這個油耗訪案沒有錯 但是一到海外的地方 是不是剛好柬埔寨有個那麼好的軍港 深水港 就雲朗海軍基地 對不對 大小又適中 將來這個擴張戰略 要到海外去找基地 那我認為在東南亞最佳的 最好的位置是在哪裡 就是雲朗 其實新加坡最棒 但是新加坡有美國駐軍 有一百多人 都是負責海軍的維修 還有各方面 所以新加坡在軍事安全上 還有武器採購這一方面 是比較偏向於依賴美國 那新加坡在軍事上跟戰略上的獨立性 就多少會受到美國的影響 所以新加坡反而 它雖然是世界的自由港 反而中共對它的影響 在軍事上的影響 反而是相對有限 當然經濟上 新加坡的第一大的貿易隊 也是中國大陸 但是在軍事上 還有這方面的歷史的因素 那整個挑來挑去 最好的地方是哪裡 當然就是柬埔寨 跟菲律賓有泥土的糾紛 這個跟越南1978年的 乘越戰爭 二月打到三月 剛好打一個月 就乘越戰爭 有歷史上的因素 那最好的鐵桿是哪裡 就是柬埔寨 所以大家變成檢鐵 什麼檢鐵 中國跟柬埔寨變成鐵桿兄弟 就是這個意思 大陸在柬埔寨的雲朗基地 看起來已經是準備好了 剛剛莊先生又還提到 接下來我們可以期待 兩艘航母就會開到這邊來 奧斯汀來 是不是真的已經非常的急了 大使如何看 我想美國有一千個理由 一萬個理由 他必須要急了 他必須要急了 因為中國跟柬埔寨的關係 歷史悠久 遠遠都長 舉個例子 因為我在 有一次在去年 在大陸的時候 去一個莊園去參觀了 那麼當地的導覽就說 這個莊園就當初 今天翻了嘻哈努客 那是根據大陸的翻譯 台灣早年是叫施雅努 施雅努 親王是過去的柬埔寨 過去在高明時期的一個 很長時間的領袖 他1970年出訪莫斯科 就國內引起政變 軍事政變 隆落就把它推翻 所以他流往海外 施雅努 施雅努流往海外 哪個國家願意收他呢 就是中國 所以他們說 他們當然說 那個我去參觀的 那個庭院的很漂亮 還有小河 還有流水 還有那個樹 他當初施雅努 親王在那邊住了一段 很長的時間 就是他流往海外的時候 所以這個事情顯示出來 中國跟柬埔寨的關係 非常地深 非常地悠久地密切 因為最近這幾年 我想尤其美國 就慢慢地忽略到 柬埔寨這個重要性 到現在多年以來 只有2012年 2012年 美國的總統奧巴馬 去訪問過柬埔寨 他創意 尤其是第一個 到現在進攻那麼多人事件 2012年到現在 也十多年了 美國並沒有任何的 跟柬埔寨有任何的 進一步的一個 和那個高層的訪問 或是一個緊密的互動 同時呢 中國對柬埔寨的援助了 當然 剛剛江源也提到了 中間有一個插曲是說 中國要在軍港 這個建設 提供建設設備之前呢 那個軍港原來是 美國有一些設備 在那邊軍港 而且中國要求美國 柬埔寨方面 把美國這些設備先撤掉 中國才進來 砸錢 砸設備 砸人員 所以這麼一個情況 讓美國當然 他一定很震怒 很慌了 那個美國現在就忽略到 經營這個柬埔寨的國家 中國進來了 中國早期在那個 中南半島 其實有另外一個鐵杆的國家 叫巴基斯坦 和最近的巴基斯坦關係呢 柬埔寨是因為控制了 那個鮮羅灣 鮮羅灣就是南海的一個 一個進出的一個要點 所以這是這個 這個所謂的這個雲朗基地呢 它就是一個進入鮮羅灣的 一個前哨的一個基地 所以這是 它的戰略的目標就是南海 南海要被中國給控制的話 我想當然是 美國是一定緊張的 所以這次呢 這個奧斯汀 這個國防部長呢 趁著去新加坡開會 剛好就去訪問一下 當然效果就如剛將一手調 就不大了 因為柬埔寨跟中國的關係 已經砸了很久 是 美國想來稍微做一些management 效果非常有限 是 那麼這樣子 我想後期呢 美國這麼 可能是中國會 尤其看美國去拉這個 想拉柬埔寨的右手啊 美國已經把它四肢都綁住了 那美國想把右手拉過來 那中國一定會更加強的經營 跟柬埔寨的軍事跟經濟 跟政治方面的聯繫 好 中間其實在歷史上 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 早就已經有所佈局 有所合作 所以這關係非常的深厚 我們持續來看到最新呢 柬埔寨又推出了 他說要耗資366億的這個 超級基礎建設大計畫 說十年內改善兩樣事情 第一個改善全國道路 第二個是全國的物流網路 這一次他招手了兩個國家 一個就是中國大陸 一個就是日本 希望透過融資來支持這個計畫 同一時間很有趣 我們來看到這個 柬埔寨的總理 紅馬內5月28日宣布 將會在金邊一條全長 48公里的道路上面 命名呢 改叫做習近平大道 目的呢 感謝習主席做的歷史性貢獻 好 這麼做就可以讓習主席 願意買單 投資366億元做基建嗎 委員怎麼看 這我不曉得 因為中國大陸現在 他的經濟的挑戰是有一些 財政上 因為他光為了救他自己 國內的房市 他就要眨一大堆錢進去 所以因為講366億 這個顯然是美金 這不是一個小錢 所以用什麼方式不曉得 因為他已經幫他造 他幫他造過一條高速公路 用BOT的方式 現在有第二條的高速公路 也是用BOT 是叫做金巴 由金邊到巴鈺 這個公路也要砸14億美金 所以中國大陸在柬埔寨的 投下的資本 可真是不少 對 我看2023年的話 整個柬埔寨所批准的外國的投資 裡面 66%是來自中國大陸 外資投資 對 是他自己國內自己人的投資 大概只有占了24% 然後你在看2023年 就是去年的貓宜爾來講的話 大概也是第一名是中國大陸 第二才是美國 大概新加坡 馬來西亞這樣 所以它的確 中國大陸在柬埔寨身上是花了不少錢 當然它有沒有價值真的有 除了一帶一路 它就整個要把東南亞打通 希望藉著一帶一路把它打通 讓中國大陸影響力 可以遍及到東南亞去 所以這裡面只要它能夠去幫忙 港口也好 公路也好 橋樑也好 它都盡量去投資這樣子 可是除了這個以後還有一個原因 就是中國大陸在整個東南亞的周遭 它兩個最大的 它要小心地應付的人 一個是越南 一個就是印度 那你去看柬埔寨的位置 就剛好這兩者之間 所以柬埔寨對它的戰略地位 它的戰略地位讓中國大陸 是沒有辦法服侍的 而且尤其他們有歷史上的關係 當年破爬政權就是跟中國大陸就很好 這也讓中國大陸背了惡名 因為破爬政權很殘忍 所以它因為歷史上柬埔寨跟越南 某種程度假就是世仇 所以中國大陸跟越南既然沒有搞好關係 它就一定要好好經營跟柬埔寨關係 而且越南越 中國大陸越想跟越南搞好關係的話 柬埔寨就是一個很好的旗子 因為它就在越南的旁邊 所以它在那個地方所有的所作所為 都可能構成壓力 轉租在越南的身上 所以對它來講這是一個很好的旗 它要下 另外就是左邊 因為這是所謂的泰國灣 就是旋樓灣 印度也一直要把它的黑手 伸到這裡面來 所以如果它在柬埔寨這個地方 好好有一個堅實的盟友在這裡的話 那也是對付印度的一個好旗 是 柬埔寨的歷史 還有它的地理位置 跟戰略意義實在太重要了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大陸非常地重視 這也包含在人事上面的一個安排 說新任的中國駐檢大使汪文斌 即將派駐在當地 大使您如何看這一項人事的異動 汪文斌當然看是 是證明度最高的 這個中國外交部的高官員之一了 當然這個發言人其實 在他們那個 在政府內部不是施黨籍而已 他並不比不上王毅或其他人 但是他有一個新聞的一個宣傳的效應了 好了 講到柬埔寨跟中國的關係 今天雖然中國看起來對柬埔寨關係不錯 可是中國現在它對東南亞 甚至包含它的一個佈局 它不會把蘋果專門押寶在一個籃子裡面 它不會毒押柬柬埔寨 因為它現在目前中國是把南亞 最大的一個戰略上的對手 它不能說是敵人 它視為是印度 所以因此呢 剛剛我們這個委員提到說 它為了對印度的一種包圍的一種 一種戰略的一個形式慢慢形成 所以柬埔寨是它其中的一個棋子 它不會光下這個棋子 就跟圍棋一樣 它還有哪些棋要下的 像馬爾代夫 像尼泊爾 都是中國現在要看的下的棋子 它是一個全盤的 這個整體的一個一種approach 一個戰略的一個包圍 目的就要包圍印度 所以柬埔寨當然 剛提到說對於那個 鮮羅灣對南海的一個 它的那個戰略的重要的位置之外呢 當然必須要考慮一點 中共方面也必須要甘心 柬埔寨它的經濟的情況 並不是那麼好 柬埔寨 所以因此呢 你要一帶一路 當然現在柬埔寨 為了要什麼習近平大道之外呢 它也開批一個商業的一個 很大的園區叫七星海 七星啊 他們那個柬埔寨 不叫英文 還有七星海 七個星星海的特區呢 是一個很大 而且是中國另外 是在那邊的一個 一帶一路的重點的一個區塊 一個經過 它不是光用那個經濟 而且還有五星級的飯店 還有什麼賭場 觀光室等等 那麼在中國投資很多 它也是有商業考量 那麼所以呢 因此呢 它對柬埔寨的關係 它希望在經濟方面 也讓柬埔寨 借了中國的援助 也能夠由自給自足 因為它不希望那個一帶一路 它的債務已經欠了很多了 對 中國內部的現在也不是那麼 那麼 它算是柬埔寨的一個親戚 或者一個鄰居 很有錢的鄰居 可是也不像過去那麼有錢 那也吃緊 所以呢 它擔心不要在柬埔寨 又增加了過度的投資 過度的壓寶 最後到日後 有些那種債務的那種陷阱的問題 就發生是 我想這也是中國一邊一邊 好觀眾朋友 這一節節目一開始 我們趕緊來關心到 是南海的緊張情勢 先來看到是來自於 中國的環球電視網釋出的影片 5月19號這一天呢 菲律賓對仁愛礁的這個軍艦 馬德雷三號進行空投補給 結果呢看似一個單純的影片 結果看到什麼片段呢 這當中藏著玄機 就是馬德雷三號至少上面呢 兩名人員他們用手還有持槍 在甲板來對中國大陸的海景來比劃喔 那麼挑釁的意味可以說是挑釁十足喔 事實上呢中非緊張關係 先前菲律賓外交部才向中方抗議 四個月的一個禁餘令 另外影片這一次我們要特別來關注到的 就是因為這個影片在釋出的時間點上 正逢新加坡正在舉行的香格里拉會議期間 國防部長董軍這一次在會議期間 針對南海問題還特別警告說啊 有個別國家在外部勢力煽動下 配合部署中程導彈破壞地區安全 終將引火燒身 大家知道他指的就是美國陸軍的提風武器 首次在第一導電亮相造成威脅 現在南海衝突一觸即發嗎 今天我們一次來做關注 先來看到中國大陸在南海對菲律賓施加壓力 但菲律賓官方我們可以看到幾乎的反應就是視而不見 中方會在商會期間選擇克制 還是會醞釀更大的反擊 委員怎麼看 目前既不會有什麼反擊的行動 但是也未必是視而不見 因為雙方面都還在觀察事態的發展 就這個菲律賓來講 他有需要把事態擴大 可是事態擴大他又不想要失控 造成一個失敗者的印象 這對於小馬可是總統 規劃他要修建競選連任是沒有好處的 中國當然也深知到 這是一場政治秀延伸出來的一個海上鬥爭 因為如果不吵著海上鬥爭 讓小馬可是有挑戰中國的這種偉大的形象 他沒有辦法塑造他在菲律賓的民主英雄的氣勢 同時也得不到美國強力的支持 那在這一環操作之下 雖然不符合菲律賓的國家利益 但是百分之百符合小馬可是個人的政治利益 所以他也知道說如何去利用這個政治利益 一下子不可能把他的籌碼都用光 所以也會像溫水煮青蛙一樣 這場戲慢慢演 演到了直到他修建成功 而且競選連任成功 這個戲才會終止 那對中國來講 他也知道說 目前在兩個比較熱點地區 一個在仁愛礁 一個在黃元島 他是屬於內外線交錯的一種鬥爭的形態 什麼叫內外線交錯 在黃元島是屬於內線作戰 菲律賓要攻進去黃元島 是用漁民啊還是用這個部隊啊還是用老百姓啊 換句話說 他們要形成說 我是主權宣誓的活動 所以由外而內 然後解放軍或者是海警 他當然要固守了這個所謂的那個入口處 不讓他們進去 然後菲律賓想說 我要捕魚 我要到黃元島裡面去捕魚 那你捕魚在外面的話 並不影響你 海警船中國也不會去干涉你 但是如果你要 他一定要進入這個所謂的繫湖 或者我們稱作這個 所謂的島礁的裡面的海域空間的話 他是不讓你進去 因為進去就相當於中國就放棄了黃元島的主權 OK 有這種象徵的事情 可是在倫耐交剛好顛倒 因為菲律賓二十幾年前 就已經把馬德雷三號這個破船 給拉上了這個所謂的島礁上面去了 那就變成說中國是外線作戰 然後要面對裡面的馬德雷三號 又要面對補給船的壓力 所以對中國來講在仁耐交 當然他盡量克制自己 即使馬德雷三號有人用槍子的 這個大陸的海警船 大陸海警船不是沒有槍 大陸海警船的槍跟砲個好 所以在這種狀況他是盡量克制 以不發生武力衝突為原則 但至於其他非武力的方式 不管是用攔鎖啦 或者是用這個水炮啦 或用其他的干擾的方式 那中國希望在宣傳戰取得優勢 那讓全世界知道說 我並不是以大欺小或者以強欺弱 所以才會不斷的拍攝製作各種影片 找菲律賓的漏洞 然後在全世界的媒體上播放出來 所以在這個香格里的論壇期間 中國的媒體跟全世界宣布了 你看喔 他現在拿著槍比著我 可不是我拿槍比他的喔 到時候如果有發生衝突 誰惹誰責任在菲律賓那一邊 現在就塑造一個所有的責任 都在菲律賓那一邊 這樣的一個國際外交公式 島是不急著 所以要去確定這個島 完全由中國佔領還是由菲律賓佔領 那菲律賓也一樣 他現在只要說我 衝進去某個地方可以做主權宣示 因為馬德烈三號 他已經例行菲律賓國旗了 這主權宣示是盛方是在他那邊 那中國是不希望這個成為事實 然後在黃岩島剛好顛倒過來 菲律賓想進去插擊 中國不讓進去插擊 那這樣的一個蟬動 應該會持續很長一段時間 所以你是不是視而不見 視而見 但是行而不動 是一個目前的一個處境的 那小馬可是一樣啊 他雖然在香格里拉論壇講大話 只要有一個人死視同戰爭 視同戰爭你又能怎麼樣 這就是個現實 你找美國來陸戰隊演習 能又能又怎麼樣 那種地方就是 如果增加戰爭的話 守也不好守 這個義工難守的地方 不管就中國就菲律賓都是如此 那這個小地方 要不要打那麼大的戰爭 雙方們心裡面都心知肚明 是 好 我們可以看到小馬可是的態度 現在就是溫水煮青蛙 所以我們持續來關注在南海的情勢之下 現在菲律賓的背後還有一個美國在撐腰 中飛關係這麼緊張 我們看到美飛最近有什麼動作 這一場是陸戰隊的航空支援演習 從3號開始進行到21號 而且這已經是今年以來第四場的美飛的陸戰隊的聯合演習 這一次一共出動了3100多名人力 我們來看到美方的方面跟菲律賓的方面派出了哪些人力 美國的部分包括了美國陸戰隊陸軍特種部隊空軍 菲律賓有陸戰隊還有後備軍人空軍海岸防衛隊等等 好 舉行的這一次的地點是靠近台灣的菲律賓巴丹群島 巴伊羅科斯省還有中旅宋 我們現在來看到跟前一次是肩並肩的聯合軍演相比 這一次3000多人的一場演習所代表的戰略意義 將軍 它這個比較重在躲島跟反躲島 因為陸戰隊陸戰隊就是登陸跟反登陸 那這一次航空支援演習的話 美國所參演的重點就是陸戰隊跟美國的空軍 包含美國陸軍直升機的部隊是這樣 然後美國的軍力是2200人 但是菲律賓將近1000人 所以看起來是旅籍的演習 那從4月份的雷霆對抗演習 到5月份的肩並肩的演習 到6月份的聯合航空演習 那在這方面我們看是一系列 表示我們有個戰略意義在裡面 就是美國要重返到藍島鏈 第一島鏈的藍端就是菲律賓 因為菲律賓的包含宇宋島一直到明達納爾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這是一個弧線 一向是弱點 因為美國在1990年代已經 它的這些駐點都已經離開菲律賓 包含克拉克空軍基地跟蘇比克灣 那時候也因為火山爆發 還有菲律賓的國會反對 是這個樣子那就離開了 那現在的話美國想要重返 那也藉由南海事件 不管是黃岩島也好 仁愛礁也好 或者是仙兵礁也好 從這些島嶼的爭端 美國說那我有必要按照1951年所訂定的 美飛共同協防條約 有必要來這邊旅行啊 所以我們可以看2024年 一系列的演習就開始 這一次是第四場 聯合航空也是第四場 那第一場是登島 反多島 那登島 混淆是在哪裡 很簡單就是我剛剛講的那三個島 不只是這三個島 目前是比較冒出這個角 你還包含了中葉島 也包含了我們講鐵線礁 九張群島 如果插進去 那就很廣泛 就是島嶼主權的爭端了 那這樣的話換句話說 那藉由演習 那美國以後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要常駐呢 我們知道從2023年開始 美國從五格的軍事的駐地 變成九格 五加四嘛 增加四個嘛 那就變成九格 那美國實際上是 這個駐地增加了 美國的兵力是不是進駐也增加了 慢慢就強化在第一島內的藍鏈 藍鏈的這個區塊的 那個美國的駐軍就強化了 強化的話 藍鏈是對的是 我們來這樣講 應該是對的南海 那第一島鏈的北端 包含這個 美國駐日本跟美國駐韓國 那對的是東海跟黃海 你看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是北鏈跟藍鏈之間 馬上就形成一個弧線 是這樣子 那我們看他這次演習重點是在哪裡 巴南島 巴南島 我以前當飛行員的時候 我看過巴南島 因為我們經常 東南海域偵巡就是往巴南島去 看到巴南島的時候 我們就準備要回頭了 因為巴南島那是菲律賓的 我們叫做馬尼拉的飛行情報區 那也是我們台灣防空識別 叫做藍端 我們就要回來 那巴南島 那巴南島好幾個 它不是一個 它有一個島最大的叫做巴南島 旁邊有很多小島 那製重點那個 那個地方為什麼放在那邊呢 因為那個地方二控巴士海峽 換句話就是藍島鏈的北端 我們可以看美國在這個戰略布局上面 它有它那個地緣戰略的考量 為什麼選到最北點 那個地方對於藍裡最近 因為巴南島最小 北邊的小島 距離我們藍裡 99公里 最近99公里很近了啦 不到100公里 所以你看 那個地方是不是剛好一個 剛好一個二 我們講到的 就是一個 我們叫做這個基角 基角就是說 戰略要成成基角 相互掩護 那變成一個基角 戰略的前緣在前面 是這個樣子 所以美國選那個地方 只有它一個戰略海峽 為什麼 突出到巴士海峽 巴士海峽是 中共的航空兵 還有海上 尤其是另外的 我們講的航空母艦 經常就從巴士海峽出去 尤其是南海艦隊 那你覺得出 要建議島鏈是到哪裡 所有南海艦隊 都是出巴士海峽 出第一島鏈 那 東海艦隊跟 我們講的北海艦隊 才出宮古海峽 那這個地方是不是重要 因為 三大艦隊裡面 南海艦隊的戰略最強大 那它出巴士海峽 它就放在巴蘭島 放在那個地方 而且我們在巴蘭島 現在美國 又在那邊蓋了 對空跟對海 搜索雷達 對 那就把整個巴士海峽 都看到了 因為來往的海情跟空情 它都可以充分的掌握 從沒看出來 美國在這方面的戰略佈局 是強化南島鏈 強化南島鏈 北島鏈已經在日本跟韓國 這一方面已經 這個 我們講的它經營很久了 所以這方面是紮實的 現在強化南島鏈 而且 配合的最重要的 跟 跟中共趕這邊拍桌子的 小馬克思 對 因為我們杜德帝有沒有這樣子 沒有啊 以前的羅牧斯當總統的時候 有沒有這樣子 都沒有的啦 都不是這樣子 但是換了一個人 換了小馬克思不一樣 他主張的硬 主張的強 那每位一看 難得啦 以前杜德帝老師跟我唱反調 要賣武器給他們 杜德帝老師說不要 好的 現在好不能找到小馬克思了 那這樣剛好一搭一搭 那這一次的話 我們可以看出有個指標 就是小馬克思 到香格里拉 到新加坡 香格里拉 他去講話 以前的時候 一般來講的話 這個峰會的話 是菲律賓不隨便講話的 為什麼 因為他考量了經濟的發展 跟中國大陸的貿易 他考量這一個 現在不一樣了 他全面講是 講安全不講經濟了 美國也看到這一點 所以打蛇水棍上 所以一系列的演習 現在才六月喔 才上半年還沒結束喔 已經四場軍演了 就可以知道他的頻密度 可以看出那個積極度 好有了小馬克思 可以看到美國現在 強化在南島鏈 也是第一島鏈這邊 派了重兵部署 在這邊各種武器 我們持續看到 針對美飛的種種動作 中國大陸的方面 如何來做回應 這位是中國的國防部長董軍呢 在這次香格里拉會議當中 特別來做反擊 他說美飛亞 你兩個國家 一直在加強國防關係 北京呢 我們的部分 在南海是有克制 是有限度的 但是我們來看到 同場的還有誰呢 中國的軍事的科學院 原副院長何雷他也控訴說 目前中國和其他海 在南海有爭議國 我們都可以保持和平的關係 就是和你啊 菲律賓 我們就是發生了激烈衝突 他還說呢 挑起事端在非方 幕後的操守就是美國 好另外一頭 中國大陸對南海祭出 我們知道的季節性盡於力之後 現在越南政府方面 也開始做抗議中方哦 說你侵犯越南主權 並且跟自己的漁民通告說 可以依法 我們就在法定的範圍之內 繼續的來捕魚 這樣的態勢之下 大家就在看說 菲律賓會不會和越南 強化一起擴大合作 北京如何對抗 現在有美國老大哥 撐腰的這些國家 是不是聯合起來 共同對抗中國大陸 街大使如何看 菲律賓跟越南合作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小 雖然馬克斯這次在這個 香港以外會議裡面的演講裡面 他也提到菲律賓 他也提到越南 可是他提到越南 是放在非常尾端的位置 他最重視在南海合作是美國 然後他第三 第二他分好幾層 第一個是美國 第二個是美國、日本、菲律賓 第三個是美國、日本、菲律賓、澳洲 然後再加上印度 最後他講另外一層 有提到越南這個名字 可是你知道越南基本上 他的領土主張 跟菲律賓是有衝突的 就是在南海的領土主張 因為越南認為南沙群島 他們叫黃沙群島 整個是屬於越南的 那這個裡面有一個島 叫中葉島 原來是我們中華民國 所實際控制的 後來被菲律賓偷偷摸摸搞去了 因為我們那時候避颱風 駐軍撤離了以後 撤到太平島以後 沒多久菲律賓人上去了 那菲律賓就站著那個中葉島 中葉島就在南沙群島 照越南人的主張 整個南沙群島是屬於這個 這個屬於越南的 所以越南跟菲律賓曾經有過海上的衝突 而且有死傷 這個是漁民的時候 因為你既然這個島嶼是我的 我的漁民就是可以在那邊捕魚 那對方認為這是我的領土的話 那就有衝突 所以越南跟菲律賓是有衝突的 那另外一方面 就這兩年 越南的對中國大陸的這個關係 看起來 他們對於有一個共同的立場 就是在這個區域內 他們是不希望有域外的勢力進來 那很明著講的就是美國 所以在這個部分我覺得就是說 菲律賓基本上 他也沒有想要靠越南 他基本上他心裡面想到就是美國 所以在這一次他的這個 在香格里拉演講 馬克斯講得很清楚 第一點 美國的力量繼續留在亞太地區 是有必要的 可以發揮正面作用 這等於就是說 跟越南的這個立場說 像美國這種域外國家 應該不要到域外 跑到我們的這個區域裡面來攪拭 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覺得 這個雖然中國大陸跟越南之間 在南海 也有這個領土的這些爭議 可是這一兩年看起來 是比較穩定的 我們去年還看到就是說 中國大陸跟越南 這個海事船隻聯合巡役 已經照計畫常常在進行了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就可以 減低雙方在漁市上面的這種 還有這個民視航運上面的糾紛了 所以我覺得菲律賓第一個 他想要他自己本身聯合 越南的意願不高 那另外一方越南我覺得 大概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大概也不會在這個情況上 在這個時節上 跟菲律賓走在一起 這節節目開始 我們要特別來關心 已經沉寂已久的中印關係 最近開始不平靜 出現了一些變化 今天我們要帶您來一次 掌握到底怎麼回事 這是來自於華府的智庫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發布的報告說 中國大陸啊 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目前呢 正在一個荒涼不適合居住 喜馬拉雅的山邊還有印度 存有激烈爭議的這個邊境 沿線上面呢 說在這邊建了數百個村莊 最新的進度我們來看到 是根據新聞週刊 所做的一個報導說 中方在印度的阿魯納查省 畫面上我們特別帶您來看到 這邊是中國大陸 印度在這邊喔 那爭議地區 我們現在要特別看到 就是這一塊 紅色的這個地方 阿魯納查省 附近呢 總共是有四個點 在這邊呢 建了軍民兩用的村莊 還有軍事的基礎設施 並且稱呢 這個地區啊 就是藏男的一個部分 我們今天要來特別關心喔 這個我剛剛說了 沉寂已久的中印關係 現在突然間又有一些新的消息 華府智庫 美國媒體恐怕又要見列欣喜了 是在預告 沉寂陣子的中印邊界爭議 又要升溫了嗎 我們也要來關心說 這個小小的村莊喔 叫做小康村 可以進行什麼樣的一個軍事上的活動 蔡委員 我覺得美國人喔 不是精神有病 就是學勢上太過低落 才會寫出這種報告 尤其是SIS 我要說明的 這個阿魯納查省啊 在中國的立場 那個叫藏男 1962年啊 這個中印邊境爆發戰爭 就是在爭斗這一塊 但是當時的解放軍獲得全面的勝利 把印度趕回到這個南邊裡面來 整個都是歸於中國了 後來中國好像是禮儀之邦啊 我打贏了 我就 就退了 所以我們把它留下來爭議慢慢來處理 結果啦 印度就趁著文化大革命的時代就進去了 又再進去 又再進去 然後這個 就是正式把它建了一個邦 建了一個邦 這個是1972年以後的事情 所以印度認為他的 大陸上絕不承認啊 我打贏你 你退了以後 我是客氣要跟你好好商量 對不對 你沒有商量你就進來了 所以那個他們叫 叫是誰的土地 現在是叫正義中的邊界土地 但是也不是完全由印度掌控 靠中國邊界這邊很多土地 還是中國解放軍掌控的 所以前段時間不是有 有所謂石器時代的戰爭 把它拿石頭 丟啦 那是在山谷上才會這種情形 那現在什麼叫小康村 我覺得這個CSIS是少見多怪 這個是習近平的脫貧計畫 前段時間不是脫貧計畫嗎 這個脫貧計畫在全中國 任何靠山邊 或者任何靠邊疆地帶 就是把所有的比較落後的地方 都主動花錢蓋小康村 北重黑龍江 南道的廣西雲南 甚至這個江蘇也有 福建也有 為什麼靠近五一山 然後包括河南也有 幾乎每一個省頭都有 他為什麼叫小康村 就是習近平講的 我們要有小康計畫 所以底下的幹部 就通通把他叫小康村 全中國少數幾萬個吧 那為什麼小康村 這個其實是大陸一些 經濟學家提議的 就是一些山區跟鄉下的老百姓 他們住的都很偏僻很遠 這戶人家跟那戶 有些人像我們原住民山上 這戶人家跟那戶離得太遠 然後講話又喊了 可以唱三歌 很浪漫 可是現實問題來了 我電線怎麼拉 所以電力就不好拉 第二個 我能源怎麼供應 天然瓦斯我怎麼可能拉那麼遠 我講個開玩笑的話 也是真實話 我們在那個內湖跟汐止的山上 有很多的北樹群 可是天然瓦斯沒有人拉上去 因為成本太高 所以到現在他們還在扛瓦斯桶上去 那北樹區還扛瓦斯桶 那他們這個地方能夠扛瓦斯桶嗎 所以 廢水處理 總不能一戶做一個 抽水馬桶都很難搞啊 最後之後他們就想了一個方向 那附近地區 我就集中差不多20戶到50戶 我就成立一個小康村 那這樣一來的話 我廢水 污水處理好處理 成本低 然後我供應那個 這個什麼 能源好供應 我拉電線好拉 這個是整體 而且他們生活 因為環境改善了以後 他們生活水平可以提高 那可以在附近做一些農場 做一些東西 然後可以有各種機器設備進來協助 要不然你一個站在山頭 一個站在山頭 你要怎麼搞啊 所以就在山的山谷地帶 就會成立很多這種小康村 福建很多啦 什麼建歐寺是吧 福建叫建歐寺嘛 還有廣東梅縣 我忘了它什麼 就是一大堆 要嘛就在山旁邊的山谷 要嘛就是在那個邊疆的地帶 那麼這個要嘛就是那種 在那種大礦壘沙漠的旁邊 就這麼多小康村 大陸大概有一兩萬個 我是沒有去仔細看統計書的 我知道很多 那這個小康村是對藏南來講 他當然要找河谷地帶嘛 河谷地帶你運送交通方便 第一個要交馬路容易開 電線容易拉 這個污水系統容易處理 生活便利的設施容易進去的 那當然蓋在這山谷 山谷偏偏就在藏南靠邊界的地方 總不能搞到更高的地方吧 然後就把這些藏民們 就集中在一起 然後比如說你要到山上放牧 才有辦法歸什麼 採滅道路 我們台灣的採滅道路 這樣一個弄上去的 這全世界經濟學院就認為 這是一個成功的計畫 這是好的事情 這是一個有意義的一個推動 是人類在21世紀所看到 最成功的脫貧計畫 原來有6億人因此而脫貧 那你CSIS說 你眼睛是什麼 你眼睛是出了什麼問題 是紅內障還是黃內障 只看到什麼 你在那邊 你有軍事用途 當然人多了就要警察不是嗎 人多了就要軍隊巡邏 尤其在邊界 山區 對不對 就要警察 邊界就要軍隊巡邏 你美國的墨西哥邊界 多少軍警在巡邏 然後你說不行啊 加強軍事 那一點人能夠加強什麼軍事 是什麼 拉個炮兵營來是不是 還是拉個裝甲營 還是哪個控軍基地 很好笑 那因為這些地方呢 離機場也會比較 交通比較方便 不像以前 從山上下來 弄得好遠對不對 對老百姓好的 你就用有色的眼光 去做出這種 違反這種理性跟常識的判斷 說為了跟印度打一仗 印度打一仗 解放軍開來就好啦 對不對 核子武器搬出來就好啦 還需要什麼 這小康村 二十戶五十戶 人家能幹嘛 所以我是覺得 美國這些智庫 既沒有常識 又只會說謠言 是 委員幫我們講得很清楚 這個小康村目的是要扶平 等一下請將軍 來繼續幫我們補充 又如何看這個小康村的部分 但是事實上這個中印邊界 確實一直存在不信任 跟一個不平靜的關係 我們從近期呢 中國大陸對印度的人事佈局上 也有了一個最新的進度 來看到的是這位 大陸駐印大使一職呢 在全圈一年半之後 終於了 新任的大使這位呢 徐飛鴻 終於是在2024年的5月10號 這一天正式的上任了 好畫面上我們來看到 徐飛鴻的小檔案 他說呢 從2020年的6月開始 中印就保持了一個 外交軍事的溝通之後 他認為雙邊的關係局勢 總體來說是穩定可控的 他也說呢 邊境地區也都是和平安寧的 好話雖然是這麼樣說 但是我們也帶觀眾朋友 稍微回顧 中印邊界其實最早最早 是以麥克馬洪縣為一個共識 剛委員幫我們提到了1962年 當時爆發一個比較大的衝突 中印邊界的戰爭 接著雙方在1993、1996 這兩年都陸續簽了 關於這些實質控制線的一個協議 一直到了2020年 這一場的激烈衝突之後 彼此中印的關係 互信關係正式的打破 一直到今天其實都沒有太好的一個轉變 中印邊界現在目前潛在最不穩定的因子 委員認為是什麼 林委員 第一個是因為印度人忘不了1962年那場戰爭 剛剛鄭元也講了 因為這場戰爭裡面 印度被打得非常慘 戰爭以前的高調 就唱高調唱得很高 高響路遠 然後真的是慘敗 攻軍如果不停下來的話 那真的連德里都打進去了 因為他已經從高山到了平原了 所以印度人覺得很丟臉很丟臉 是毛澤東是很奇怪的一個人 你佔領了藏欄了 你把印度給打垮了 然後他又撤軍 撤回到原來的那個停戰的那個部分 所以整個藏欄又被印度人又重新把它佔領 又回去 這次很奇怪的事 但是不管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印度人覺得他們 那場戰爭讓他們覺得非常的丟臉 是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覺得他們經濟發展得不錯 他們的外交的局面也很好 然後他們的軍事力量在過去這些年來 也採購了很多 以前主要是依賴這個跟俄國採購武器 後來其他國家法國 甚至包括像英國 美國武器都開始採購 所以他有一種新的驕傲 舊的那個仇恨沒有消失 對歷史的那個仇恨沒有消失 被打得那麼慘 新的驕傲出現了 他如果說我現在已經不是昔日無暇安盟了 如果再來打的話 你不見得贏得了我 他這樣認為 的確美國是賣很多新的裝備給他 尤其適合在高山高原作戰的裝備都有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美國的鼓動 美國認為就是說 他就是要圍堵中國大陸 對 他圍堵中國大陸 所以在中國大陸周圍 盡可能把每一個人都收納為 很堅實的一個盟友 然後一起來圍堵中國大陸 那印度這一塊很大 而且很重要 所以印度得到美國很多的鼓勵 很多的這種甚至支持 你看很多的廠商 他們就 美國政府就叫他們不要到中國大陸去投資 對 有些投資盡量到印度去 到越南去不要到中國大陸去 iPhone也去 對 所以印度人他有一種 就是說覺得他有信心你知道 1960年那種戰爭 其實蘇聯跟美國基本上是幫助印度的 可是還是慘敗 所以他覺得幫助力道不足 這次在他打仗 他認為美國會幫很多 不過我覺得這個最不穩定的 當然你要實質講 就是麥克馬虹這條線吧 因為中國大陸覺得說 這個是不平等的 這樣的一個處置的方式 是你英國人在那邊搞鬼 讓我們丟掉這麼多的土地 然後你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以後 你又把這些東西又交給了這個印度 所以他有憤恨不平 的確當時是英國外交官 是欺騙了西藏的代表 說你知道我們會給你獨立 我們一定會幫忙你讓你們獨立 西藏獨立 但是你要答應這個條約 這個條約就是你們要割出一部分的土地出來 我們才會支持你們獨立 所以西藏代表被騙了 袁世凱可沒那麼笨 所以袁世凱後來告訴中國的代表說 你在草約上面簽的字 現在你給我車簽啊 所以從那以後 大概中國是不接受麥克馬虎線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騷亂的因子 但唯一的一點可以樂觀就是說 印度人也有很務實很現實的那一面 他知道在那個地方作戰 也不是好玩的啦 所以他有時候姿態做得很足 你看他們有時候閱兵的動作 或是跟巴基斯坦在邊界 他們在那邊舉行典禮 給他踢真步那個方式 都覺得很誇張對不對 印度人是這個 有很誇大的一面 但是真的要打仗 我認為他們三世而後勤 地人政治 內政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盡在環球發展前